各位好 我们闲话少叙 书写上文 北汉皇帝刘崇 在这个称帝的前两年 也就是公元951年 到952年 这两年的策略 对后周就是死缠烂打 总之是爱你没商量 拼了命 也要从后周的身上 咬下这么一块肉来 因为当时啊 已经和契丹结盟 刘崇本人呢 称辽国皇帝为大爷 自己呢 做辽国的职皇帝 做人家的职子啊 为的是借助契丹的实力 来实现自己的扩张 但人家弃丹 也不白给呀 让人家帮你杀人 人家不干 即便是出兵 帮助你自己的这个侄子啊 也是看热闹的 成分更大些 所以 硬仗还是需要 厚汉军民 自己来 从这个刘崇 即位的第一年来看 他的军事行动 不可谓不大 先是命令 自己的儿子 刘成军 率部 攻打后州的 晋州 新州 二州 晋州啊 就是今天的 山西 林芬 新州呢 就是今天 山西的 新县 从这个 刘崇的 行军 方向来看 这是打算 走 当年 唐太祖 李渊的 路线 也就是 距河东 之地 趁机啊 攻入 关中 再以关中 为根据地 四处 扩张 在 古代的 中国 军阀 混战 豪强 并起 自 秦代以后 就有 得 中原者 得 天下 这么一个 说法 而得 中原 的前一步 得 观中 得 观中 者 则得 中原 问题是 这个 当初啊 人家 李渊 能够成功 一来啊 是 李氏家族 以 太元 为 根据地 用心 经营了 很多年了 而你 刘虫呢 无非 就是靠 自己的 大哥 刘之远 的 提携 才在 军中 混个事情 虽说 也是 连连的 升迁 可你 靠的 不是 军功 也 靠的 不是 才能 靠的是 这种 裙带 的 关系 而且 刘虫 本人啊 草年是 耗酒 嗜毒 品行 无赖 在社会上的 这个名声 也不太好 而且 自己的 大哥 刘之远 做了 皇帝 就封 自己做这个 河东的 节度史 也没有 抛头炉 是也没有 洒热血 就混了个 高官 得作 骏马 得齐 所以呢 这个 成功的喜悦 来得太快 自然 也就没有 太多的 这种 危机 意识 也想不到啊 这个 后汉 王朝 会 亡的 这么快 再者呀 人家 李渊 当年 可以 进入 关中的 一大原因 是 天下 大乱 关中 空虚 当时的 中原 各个地方 你攻 我打 无暇 顾忌 而且 当时 全国的 名义上的 统治者 隋阳帝 还在 江东 所以呢 李渊 这才 得手 在这个 关中呢 打下了 这片 根据地 以此 逐渐的 徐途 天下 而你 刘虫 是什么 条件 都没有啊 就想去 打 关中 谈何 容易 但是 刘虫呢 却是 信心 满满 而且 自己 亲自 率兵 攻打 晋州 结果呢 自然是 无果 而终 晋州 也成为了 阻挡 北汉 南下 宫曲 关中的 一座 奸城 不拔掉啊 这个 眼中睛 肉中刺 北汉 是 休想 南下 晋州啊 阻挡 这个 汉军 南下 除了 城池 坚固 又加上 在这个战斗 当中啊 汉军 还遭遇到 险恶的 天气 以及这个 粮草的 缺乏 回到 太原的时候啊 兵力 减少了 三四成 出去 打狐狸 狐狸 没打着 惹了一身骚 好比 周郎 尿记 安天下 是 陪了 夫人 又 折兵 这个 刘虫啊 每次 用兵 好像 老天爷 都跟他 过不去 你看 在 晋州 这儿 就 遇到 鬼天气 在这个 八公园 遇到 流星雨 总之呢 刚刚 顺风 进攻 周军 正在 兴头上 转眼之间 卷着 风沙 就向自己 迎面 吹来 天气啊 总是 不帮助 流虫 想来 流虫啊 也是 很悲催 好 我们 今天 先说到 这里 感谢 各位的 捧场 我们下期 再 讲